爺爺報了給你 報什麼? 報料 什麼料? 見料 見料中不中? 中了 派幾道 三百二十六 一萬五千四百六十二元 三百幾萬 糟糕 糟糕 三百幾萬 三百幾萬 糟糕 什麼? 你不要告訴我, 你不要買 你不要告訴我, 你趕不及買 你不要 中…有嗎? 有嗎? 中…你們中了, 我沒有買 老爸, 別說了, 真是假的 那是地址佬 甚麼地址佬 那是地址佬佔下我 你自己丟下 你不要自殺 你不要自殺, 糟糕 你不要自殺, 糟糕 糟糕… 你不用這麼緊張 下次老爺會再報個夢給我們 你說是嗎 怎麼樣, 老爸 是呀 對呀, 我剛才在警署就怒吵一點 不過被人冤枉, 不出聲是假的 有甚麼被人弄得坐牢, 豈不是很不值 我剛才弄得火星撞地球 他查案是要打破沙盆敏督督的 他職責所在 這樣也不用弄得我, 神氣也不讓我休息 爸爸, 你… 算了…別再看了 我真的沒用 不能夠幫你親手報仇不得止 還以為整班警察 當正愛殺人兇手地審我 阿冰, 若果你在天有令 你就保佑我快點洗脫嫌疑 讓我和阿倩有些安樂日子過 傻丫頭, 你有沒有人想的 別這樣 我和阿倩檢查過, 她的確患了精神 醫生, 為甚麼我爸爸會這樣 可能是撞車的時候受到震盪 又或是受驚過度 那能否好得翻 現在的情形可能是暫時性 又可能是… 醫生, 是不是很嚴重 你們不用這麼擔心 撈開一些藥給她回去吃 看看情況是怎樣 然後再進一步看看怎樣醫治 不過你記住回去小心照顧她 阿彥哥, 你快點痊癒吧 你快點痊癒吧, 好不好 你放心, 我就算花多少錢 都要治好你爸爸 看看這些藥吃得好不好 要不然, 多貴 我都要請一個私家專科醫生 回來治療她 好吃 現在爸爸弄成這樣 家裡哪有錢 你不是偷看我的社交平台 你怎麼知道我去意大利餐廳 你怎麼知道我在拍劇堂 我們是兩兒子, 我們都是吃老的 線索一, 你叫航頭 我那次打算幫你拿西裝去洗 竟然讓我發現 幾件西裝外套 都有同一款女人香水味 第二, 線索二, 就是你的下班時間 平時你從警局回來 只需要三十六分鐘車程 被你塞車, 頂綁都是四十五分鐘 八點鐘一定到家裡了 最後, 線索三, 你這輛車 我上去查過 發現後座位有玫瑰花瓣 前座地毯有沙 庫駕駛位 更有被人移動過的痕跡 你應該是買了一束花 然後載人去逛沙灘 不用見我陳詞 你應該是嗎?